谢谢周老师 谢谢老师 来 曲总 其实我在想两个词的区别 一个是爱 一个是宠 如果情侣之间呢 觉得这个爱人 随着人不在了 他的爱也就没有了的话 他们之间不是爱 有时候一直在要什么 我就在想 其实你要的不是爱 你就要的一种 被宠的那种感觉 但是宠真不等于爱 爱是可以让人感到满足的 而宠呢 只能让人越来越不满足 而在宠里面呢 让你变得无能 你这种相处模式 你要来的宠 根本随时人可以撤回 你没有价值 你可以为他做牺牲 你可以把这些理解为 你对他的爱 但是他没有反馈 给你应该有的爱 所以说你为他在家 被人家养 你居然可以自我满足 但是在我看来 他要说可以养你 我马上觉得 你是觉得我没有用吗 你是觉得我的事业 没有价值吗 你觉得我是 我是一个宠物吗 你养我 这点自信都没有吗 可见你被宠得 已经没有原则了 丧失了自我 丧失自我的人 根本都不大爱 所以这个男人不爱你 你也不爱这个男人 男生呢 至于你爱不爱这个女人 你心里最清楚 我如果在家陪你的话 那一个月两三千 你能接受吗 从这语言当中 显得多么自私 又显得多么看不起 所以既然不爱 我觉得趁早分开 就这样 好 谢谢曲总 来 严老师 我也不明关于什么 这么年轻的两个人 一个男生就自诩自己 非常优越 我是老板 我赚好多的钱 我要养一个女人 不知道哪来的底气 哪来的自信 其实在你们这个年龄 这个状态 健康的爱情 是彼此滋养 共同成长 我在你们身上 都看不到成长 你把自己摆在一个 上风的状态 其实让我们看起来 就是你不尊重 这个感情 真正的尊重 和成熟的情感是 当我占上风 有优势的这一点 我要低下头来 呵护她的感受 她不赚钱啊 我不能拿钱说事啊 她没有工作 她是待在家里的 我不能老拿我的工作 压她呀 这是成熟的爱情 所以我觉得 你也收敛收敛自己的气 我养你啊 对吧 养着养着 你就把小姑娘养伤心了 咱也做不到 好好能够去照顾一个 这样的女生 咱的年龄 阅历 成熟度都不够 就别懒这事 轻轻松松 简简单单的爱情 才适合你们 女生我想跟你说的是 职业不分高低贵贱 但职业各有各的特色 我们还有那么多 君嫂呢 还有那么多 医护人员的家属呢 他们的伴侣 可能没日没夜的工作 难道就天天打电话 要去看着查着吗 既然你选择了 这样一份职业 是要用夜生活 来赚钱的人 请你尊重她的职业 如果你尊重她了 发现她不值得信任 你可以选择离开 你既然选择了她 就要信任她 你总想着那盆水是脏的 她就变不清澈 好吗 希望你们都能快快 成熟起来 谢谢 谢谢袁老师 来 图老师 说两个字 你们不要介意 就你们俩 都有着挺好的颜值 但你们今天在台上的表现 让我感觉很庸俗 你们加起来的年龄 还不如曲伟大估计 曲伟高颜值 好身材 但即便于此 她没有躺在 自己的颜值上吃饭 人家也在努力 她老婆也是一样的 我就记得那个 我的前半生当中 罗子军失去了商场 卖鞋的那份工作之后 她的前夫 陈俊生帮她找了一份工作 她跟贺涵商量 说我帮她找了一个 我朋友的一个鞋店 也是一线大牌 让她去卖鞋 贺涵就说 还是卖鞋做销售啊 陈俊生说 因为那是我朋友的关系 我觉得比较稳定 说实话 她只要带好我的孩子 然后呢 不要有太大压力 就挺好 但贺涵跟罗子军说的是 我觉得你应该找一份 更有上升潜力的工作 就生活当中这么多样板 在这搁着你 你看不到啊 就是如果一个男生 养你的前提是 不会不让你工作 那我觉得他真爱你 如果一个男生 养你的前提是 让你放弃自己的事业 那很显然 说明三样 第一 他不尊重女性 第二 他不爱你 他爱你就愿意为你付出 让你活得 成为更好的自己 事业上有所收获 更璀璨 第三 他不自信 他怕你做模特 做得越来越好 所以很多前面的样板 搁在那儿 为什么就一定要 活成一个男人的附庸呢 而且你才21岁啊 你为什么要活成这样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